我们跟欧洲的关系比较遥远 我们比较关心美国 因为美国如果升息的话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 美国跟台湾的利差会放大 资金会外逃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我们的通膨已经在下降 而现在又碰到了明年总统大选 所以这个时候 中央银行大概就不会把资金外逃 当一回事了 反正我们有很多外汇层底 资金外逃 我们就用别的方法去对付它 但是可能就不神奇了 老师可我说 我们的通膨最近已经反弹上扬 上扬的负贷是 上扬不动产的市场的情况不好 有人的解释就是 因为在疫情的期间 远距上班变成一个常态 所以很多人他就不需要办公室了 都是在他自己家里面上班 所以办公室一面的需求 快速在下降 既然需求下降了 而原来的供给还在那个地方 当然 它的价格就一定下降 那目前的情况好像并没有改善多少 好像远距上班 你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选项 很多人选择就是 我宁可在家里面上班 我不要去办公室 所以有些企业已经开始强制要求 一个礼拜你可能要三天 要在办公室 所以商用市场的这个价格往下降 看起来应该是不会升级 原因是 巴尔其实已经透露很多讯息出来了 他的讯息就是说 美国现在的通货膨胀情况 是蛮可喜的 其实他最关心的指标 我们都知道了 就是劳动市场 劳动市场的这种紧张情况 目前现在看起来是改善 一方面就是失业率升高了 3.8 比上一次上个月3.5要升高 另外就是他的职缺下降了很多 而且这个职缺下降 是两年多以来 下降最多的一次 最低的一次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会发现就是 大部分地区都是旅游方面的支出 是在上升 但是制造方面好像都慢慢冷却了 而且工艺链短缺 延缓这个情况在改善 那劳动部门 劳动的需求减缓 我们刚刚看到就是他的这个期缺下降了 而劳动的参与率升高了 所以劳动的供给增加了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劳动市场供给增加 需求减少 所以劳动市场也在冷却当中 所以整体来看就是这样一个图画 就是美国的经济是他的这个整体的劳动市场 慢慢的平静下来了 而美国的这个服务业 旅游业还是很兴旺的 而美国人的储蓄已经慢慢快用完了 这些地方已经透支了 在美國時間9月20的時候美國聯準還要再開FOMC會議 然後也會同時公佈經濟預測的那個報告 所以大家其實都很關心說到底會不會繼續升息 因為在上上次是停了一次 那上一次又升了一碼 利率的那個點真圖有顯示說下半年可能會升兩次 所以他已經先用掉一次 所以老師覺得說以目前的數據來看 有可能這一次就是還會再升息一碼嗎 看起來應該是不會升息 原因是鮑爾其實已經透露很多訊息出來了 他的訊息是說美國現在通貨膨脹的情況是蠻可惜的 其實他最關心的指標我們都知道了 就是勞動市場 勞動市場的這種緊張情況 目前現在看起來是改善 一方面就是失業率升高了3.8 比上一次上個月3.5要升高 另外就是他的職缺下降了很多 而且這個職缺下降是兩年多以來下降最多的一次 最低的一次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你就會發現就是他現在的勞動市場的情況已經緩和下來 工資雖然上漲但上漲的幅度也在緩和 所以就鮑爾來說他會覺得就是目前他一方面要打通膨 一方面又擔心會讓經濟緊縮 而經濟緊縮這個情況好像並不會出現 因為現在第二季的這個成長率已經出來了 原來他在那個全球央行年會的時候 當時的報告是第二季是2.4% 那是很強勁的一個成長率 現在是下修了到2.1% 還是很強勁 所以他一方面就表示呢 美國經濟盡得其他這樣的一個緊縮政策 一方面呢緊縮政策已經讓勞動市場已經慢慢冷卻下來了 他的經濟讓通貨膨脹繼續往上升的壓力已經緩和了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呢 應該是就保持就是暫停升息 至少觀望 觀望到下次11月再看情況 甚至11月不升息都有可能 老師按照這次的這個歐洲央行是比聯準會還提前一周開嘛 所以看他目前的通膨的数据来讲 生硬是合理的 对 欧洲的通膨增率 现在始终是比美国严重 而且欧洲他现在 他会觉得就是 他的经济的恢复的情况 可以接触得起 所以我觉得欧洲央行的态度 好像比美国联组还更加积极 就他打通膨这个决心 是非常的强韧 老师 回到美国的部分 像除了他们很关注这个劳动力 是不是继续这么强劲 然后会造成通膨没有办法 缓降的压力之外 他们其实很关注了另外一个 就是PCE 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那从这个指数来看的话 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注意的地方 还是说他其实可以乐观看待吗 美国的PCE 原来公布数字是已经降下来了 但是PCE7月的数字 是又上升了一点 一点点 就是大概是他现在公布是4.3 比上个月4.1要升高了一点点 但是这种升高呢 主要的原因呢 是服务业价格上升了很多 但是对于刚才我们讲的这种 它反映在这个劳动市场这个情况呢 这两者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的 所以我觉得尽管PCE有上升一点点 但是这样的幅度呢 并不足以改变鲍尔对劳动市场缓和的这个看法 所以我觉得不会有影响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相关的图 这个是就是PCE就是个人消费支柱物价指数 就刚刚讲的部分 它其实对啊 它其实就是有反弹往上 不管是就是整体的PCE或者是核心的部分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幅度其实是还好就对 对 就是算是非常缓和啦 因为你看它持续不断的 你看它的那个年增率 它持续不断的从那个高峰 就是从五月的高峰一直在往下降 虽然中间是有一点点这个波动 波动幅都很小 整体来看这个趋势是在向下降 所以这样小小的一点往上升呢 不表示它的趋势改变 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呢 应该是不能够影响它的这个利率抉择 在12月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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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但是它現在已經到了2.96 這個是6月 然後現在7月最新是3.28 所以其實是還好就對了 對 因為它其實距離那個2% 這個標準已經沒有太遠了 如果相較過去 這麼高的高點來講的話 對 所以它們最主要就是一直比較難 這麼大幅下降 目前看起來就是 這個交通運輸服務這一個項目 其實是比上個月來講 就是增加比較多一點 大概比較嚴重的就是兩個 金融服務一把險 一個就是 交通運輸服務 對 交通運輸服務 這兩個你可以看起來就是 它們都是在一個經濟 走向複数的過程當中 會出現的現象 因為它的這個製造業的這個情況緩和了 它的服務業的這種 由這個餐飲 旅遊帶動這個部分也慢慢地達到高峰 後面就是一些跟它相關的一些行為 比如說金融保險 對 像這個交通運輸服務 這個完全是跟旅遊是有密切關聯的 就表示就是在疫情過後之後 旅遊的這種風氣越來越盛 並沒有冷卻下來 而在這樣的活動 在上升的過程當中 當然保險一定會跟著會升高 而金融服務就是它為了支援這樣的活動 還有就是股市的增長等等 開始在那邊要用更多的精神 用更多的資金 所以金融保險事實上成長很快 這也是很合理的 所以整個這個PC的這個上升 大家都在強調就是 主要是跟服務有關的 這個價格上升太多了 而其他的跟商品有關的 大部分都下降 比如說你看耐久材還在下降 非耐久材也在下降 就商品都在往下走 所以就是跟製造跟零售相關的部分 其實都已經緩和 都已經冷卻了 就服務業的這個熱潮還沒有過 還在繼續上升 所以這個變成它支持通膨的 最主要的力量 老師因為我看到美國他們有在提到說 他們目前就是儲蓄的金額部分 快速的下降 就代表說他們民眾手上的錢越來越上 所以這未來他是不是也覺得說 這未來也會抑制消費 因為看起來耐久才已經掉這麼多 買什麼冰箱啊 冷氣啊 那以前可能三五年換一次 我現在可能延長了使用期限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覺得說 未來這個部分還是會不斷地下降 那服務的部分因為大家儲蓄率變少了 所以就變成是在服務出去旅遊的部分 也會明顯地下降嗎 儲蓄率下降這個部分呢 應該是跟它的所得有關 就是它的消費快速在增加 但是呢 受到疫情影響呢 它的生產活動 它的經濟活動呢 並沒有快速地復速起來 尤其現在看到就是不只是美國 其他國家更嚴重 包括中國大陸 經濟普遍都不如過去 甚至都出現這個萎縮的狀態 所以如果經濟還是低迷不振的話 所得就不會增加甚至會減少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它如果花費 因為疫情結束了 大家就是各種補償性的行為 都出現的話 它的花費會增加很快 所以都會用過去的儲蓄來支持 所以儲蓄會越來越少 甚至會用光 而且美國人本來就不太儲蓄 真的 美國人跟華人的思維 通常不太一樣 所以代表說他們未來這個部分 也會在服務的部分 會明顯地減弱 或者是說服務這個項目 會來會比較頓化 會嗎 由於美國的經濟成長率 我們看到從第二季開始 不是連八個座 意外的強勁 而且他們很多預期 就本來預期說 今年年底要衰退了 或者明年要衰退了 這些預測器都改口了 他們說不會衰退了 年底不會衰退 明年也不會衰退 甚至明年還持續成長 我們都會有期望 我們會已經快要進入 一步進入砸施 而且已經變成了很多 現在的心態 或很多方法 是會有柔軟的 或是沒有 沒有砸施 這就表示 他的所得增長的力量 好像慢慢在恢復 所以這樣的話 也許可以彌補他 透吃的這個後果 因為我看之前 好像全球主要的機構 預測都是美國 大概全年1%的經濟成長率 那第一季第二季加起來 其實都總共超過2 所以代表他第三季 第四季的壓力 比較沒有那麼大 如果要以基礎性衰退來講 所以現在很多機構都預測 他全年可能會成長2% 就跟我們相反 我們從2點多 掉到剩1點多 現在很多人都在說 台灣可能保一保不住 其實我們上次就說過了 我們說你看前面兩季的情況 我們把這個成長率 拉到1.6% 所以我們預測 你看後面第三季第四季 那預測多樂觀 那個出口這樣一直往上升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把那個過度樂觀的預測 把它拉下來 你就發現的確 因為要保育是不容易的 好 再來這個是就是 他們的非農就業跟失業率 就是剛剛老師講到的 所以看起來就是 失業率有上升 當然他們覺得3.8% 其實還算是很低 對不對 對 你看 跟過去 在那個2021年的時候 它的失業率到多少了 到13% 12% 12% 13% 13%了 現在呢 是它的領頭 當然算是非常好了 尤其是在經過疫情 這麼嚴重的疫情之後 又是在通貨膨脹 這麼嚴重的情況 又是烏爾戰爭 所以現在3.8% 我想應該不算是一個不好的數字 尤其這是鮑爾很想看到的數字 他一直想看到勞農市場冷卻下來 冷卻下來 通常指標頭一個就是失業率 而且它在非農就業的部分 其實也都是 就是上升的幅度其實還蠻明顯的 對 但是它的非農就業你看 它一直往下降 對不對 上面那個是 對 非農就業人口數 每個月增加 對 就業人口就表示 它現在有更多的勞動 參與到市場去了 所以代表說他們在 就是直缺的緊繃上面 可能有比較舒緩 因為通常看這兩個數 看兩個數 一個看它的這個非農的這個 就業人口數 一個是看它的缺工數 缺工數下降得很快 而這個你看到它最近這三個月 是相對而言是在增長 那就表示 事實上這個市場 現在比三個月前要緩和很多了 所以老師看缺工數會比較準是這樣嗎 對 這個呢 對 空缺 空缺數 如果我看兩年的話 就比較明顯 你看 空缺數就是那個 這兩套濾線都很明顯在往下降 下面這個應該就是它的空缺率 藍色是空缺數 你看那個空缺數 882萬7千對不對 它比前面那個數字降了多少 降了大概 30萬 30萬 對 降了30萬 他說從2021的4月 2021 4月 對啊 差不多 2021的4月大概就這裡 對 大概 對 1月 4月 它幾乎回到那個時候 對 那個時候就一直在上升 對 對 就表示它的勞動市場 從這個時候開始慢慢的 就緊張起來了 然後到了現在 回到2021年4月 4月那個時候的地點 所以他們覺得這是一個 他們很滿意的好現象 他們很想見到的現象 因為在職缺下降了 這表示現在想要搶著 僱人的這種熱力沒有過去那麼強 另外失業的人升高了 這都表示這個市場呢 已經不是那麼火熱了 至少勞動市場放緩了 所以經濟沒有放緩 但是勞動市場的這個壓力 顯而是減輕很多了 所以看這樣的數字呢 那巴爾他繼續升息的這種動氣 就減弱很多了 而且他們很關注這個就是 他們的勞工成本的部分 對 雖然勞工成本 也下降了 對 看它的僱用成本 年增率已經從5.01%降到4.62% 這也是很清楚 就表示它不需要花那麼多錢去僱人 對啊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整個趨勢都還是往下走的 對 而且你看它那個 已經降了多久了 從那個3月開始就一直在下降 現在是下降的速度更快 就是僱用成本的指數的部分 年增率下降的幅度非常的大 對 再來這個是 老師剛剛這個是歐元區 就剛剛有講到說歐洲的部分 就是他們其實通膨都還在5點多 還在這麼的高 跟美國相較它是PCE 對 其實才3點多 對 所以它拉不下來 它有拉下來一點 它的那個調和物價指數 有拉下來一點 5.26% 比前值稍微低了一點點 但是還是在5以上 所以歐盟的拉加勒他就說 他們現在如果沒有把它的這個通膨 拉到2%的目標 它不會停手 你還要態度多堅決 我們的未來決定 會保證 重要的優惠利益值 會保證 會保證 在足夠的限制度 會保證 我們會繼續 以資料依靜的方式 去決定 適合的程度 和限制度 的程度 程度 在此 我們準備準備整理的工具 以防疫力回到我們中期的目標 並保持平衡的經濟政策動作 他不像鮑爾說 我看到情勢比較緩和 老中市場只要比較冷卻 他就不擔心了 他不像拉架來說 我就是要把它拉到2% 所以以這樣的決心的話 這個差距還很大 因為美國其實現在的利率在5.25到5.5之間 可是他們其實才3點多 所以其實那個還是有蠻明顯的差距 他們可能還要在上升一定的幅度之後 才有辦法把通膨打下來 其實通膨已經 你可以看到就是已經在往下走了 你看它那個調合物價 你看那個藍線 它已經很明顯在往下走了 所以老師其實他們也算打很多 因為我看過去到11這麼高 對 現在到5.26 對 打了一半了 對 所以就表示他可能升息的時間比較晚 所以才升到30%左右 不像鮑爾升息到已經到5%了 所以他會覺得他也許要跟美國 拉到差不多的這個利率水準再放手 老師可是歐洲相較比較沒有本身 因為他的經濟成長率其實沒有美國的這麼的好 可是在這個之前 美國也不看好自己的成長率 通常大家都會覺得就是要把經濟拉到衰退 才能壓住通膨膨脹 那現在美國沒有衰退 只是通膨膨脹好像很明顯地控制住了 那歐洲呢現在也沒有衰退 那預期還在成長 只是說他的成長率就是放垮的幅度很大 對 他的成長率當然比較小 對 他的成長率當然比較小 所以老師那像美國如果他停止升息 然後可是歐洲央行有升息 那我們會什麼 還是不會嗎 我們跟歐洲的關係比較遙遠 我們比較關心美國 因為美國如果升息的話 我們最擔心的就是 美國跟台灣的利差會放大 資金會外逃 但是現在的情況是 我們的通膨已經在下降了 而現在呢 又碰到了明年總統大選 所以這個時候呢 那個中央銀行大概就不會把這個 資金外逃當一回事了 反正我們有很多外匯層底 資金外逃我們就用別的方法去對付它 但是呢可能就不升息了 老師可有說我們的通膨最近已經反彈 上揚了 上揚的幅度還是不高 我們的通膨現在2.56 比7月的2.73還要低 真的嗎 對啊 核心的部分 對啊你看核心已經 比前值還降低了 就是在核心的部分降低 對 然後可是在整體通膨率是破二 對如果我們的央行跟美國央行一樣 最關心核心通膨的話 他會覺得核心通膨都降低了 而且即使沒有降低也沒有超過3% 也不是很嚴重 而且我們這一次整體CPR往上漲 應該也是因為油價上漲的關係吧 應該是 所以現在的情況就是碰到明年大選 我們的這個決策者 大概很多的這個政策都必須要考慮這個因素了 尤其是執政黨了 所以我們看起來就是不會生息 看起來不會生息 8月下旬的時候 在那個Jackson Hall 有舉行全球央行年會 那我看Bower 歐洲央行 他們都有一些談話 那他們的談話內容有什麼 是要特別注意的嗎 Bower談話 我們剛才那個也提到過了 就是他說 美國的物價的走勢 現在是蠻可喜的 而且這個經濟生產率呢 第二季呢 意外強勁到2.4% 所以他覺得 還是要保持限制性的利率 但是呢 情況可能不是太過於緊張 所以基本上他的態度呢 一向都是模擬兩可 所以那像歐洲央行的部分呢 他們有什麼樣的 央行拉加德就是很清楚 就是說不到2% 我不停手 就這麼簡單 不過他聽說他講了 一大篇的這個文章 引進句點 連齊克國的這個名言 都列出來了 不過他最後 大概主要也就是說 他說這種 這種通貨膨脹是全球的問題 各國政策要協調一次等等 但主要的論點 應該還是歐洲呢 他的立場就是 不達本2% 他不停手 老師因為像美國 大家也會很關注 就是他那個和皮書的公布 其實就是牽涉到他全國分成 12區的經濟狀況 那從他們出的這個最新報告當中 有出現什麼樣要注意的地方嗎 其實和皮書裡面的這些內容 就是鮑爾他這個比較歡喜的原因 因為和皮書他說 他觀測到的情況就是 大部分地區呢 都是旅遊方面的支出呢 是在上升 但是呢 製造方面呢 好像都慢慢冷卻了 而且工藝鏈這個短缺啊 延緩這個情況呢 在改善 那勞動部門呢 勞動的需求呢 減緩 我們剛剛看到就是 它的這個期缺下降了 而勞動的參與率升高了 所以勞動的供給增加了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呢 勞動市場 供給增加 需求減少 所以勞動市場呢 也在冷卻當中 所以整體來看呢 就是這樣一個圖畫 就是 美國的經濟呢 是 它的這個整體的勞動市場 慢慢地 平靜下來了 而美國的這個服務業 旅遊業 還是很興旺的 而美國人的儲蓄呢 已經慢慢快用完了 有些地方已經透支了 大概赫皮書他表達就是這些東西 這些就變成 鮑爾他做他的決定的時候的 一個主要參考 老師因為我看他呢 就是一般民間的不動產 其實價格下降幅度其實很少 就是他那個房價其實還蠻硬的 可是他商用不動產的部分 似乎狀況很不好 商用不動產的這個市場的 這個情況不好 有人的解釋就是 因為在這個疫情的期間呢 遠距上班 變成一個常態 所以很多人他就不需要辦公室了 都是在他自己家裡面上班 所以辦公室裡面的需求呢 快速在下降 既然需求下降了 而原來的供給還在那個地方 那當然 它的價格就一定下降 那目前的情況好像並沒有改善多少 好像遠距上班 已經變成一個很重要的選項了 很多人選擇就是我寧可在家裡面上班 我不要去辦公室 所以有些企業已經開始強制要求 我去哪一個企業 一個很大的企業 一個禮拜你可能要三天要在辦公室 其他時間也可以在家 就表示他不用強制手段的話 要讓員工到辦公室去 變得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這種對於辦公室需求 在快速減少或者大幅度減少 這個現象沒有改變 所以商用市場的這個價格 往下降的情況 應該短期間應該不會緩和 那商用不動產如果整個嚴重的衰退 會對於經濟產生什麼影響嗎 到底它只是市場的一部分 所以至少目前呢 我們看到就是美國經濟呢 是在反彈在成長 並沒有因此受到影響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眠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益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貝塔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液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